老师带着同学们去台湾昆虫馆进行校外教学 参与馆藏动物与游客亲密接触的活动 哇 独角仙也太帅了吧 我不敢摸这些了 太可怕了 同学 这种蜘蛛叫做红玫瑰蜘蛛 如果不敢摸 可以用眼睛观察 它毛毛的 其实蛮可爱的 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有着八只脚的红玫瑰蜘蛛会释放轻微的毒素 还会吐司哦 那我可以跟什么生物做互动呢 同学 这是全极限 要小心 用手捧着哦 啊 好痛哦 麦麦被大翱咬了 太好笑了吧 同学们 今天的互动活动到此结束了 可以去馆内找找这些动物 并且更深入了解它们 狐狸猫 你刚刚有观察到 独角仙有几只脚吗 呃 好像是六只脚吧 你观察得非常细腻呢 独角仙是一种昆虫 昆虫是陆地上最普遍的节肢动物 身体分为头 胸 腹三部分 在胸部具有三对不足六只脚 这个看板上写着 独角仙的幼虫 但是里面放的 却是胖胖白白如动的虫 跟刚刚互动的帅气的独角仙一点都不像 奇怪 是不是放错了呀 我们去问问看老师吧 这不是放错哦 独角仙在成长的过程会经历变态 有些昆虫在成长过程中会经历勇气 我们称为完全变态 像是蝴蝶和独角仙 你们想想 蝴蝶的小时候是毛毛虫 也跟蝴蝶长得完全不一样啊 而成长过程中 不需经过勇气地称作不完全变态 如螳螂和蟑螂 它们跟幼虫时就长得比较像哦 只是幼虫缺乏翅膀 独角仙也看够久了吧 我想去蜘蛛馆看可爱的蜘蛛 好啊 好啊 你看 是刚刚那只毛茸茸的红玫瑰蜘蛛耶 同学们觉得蜘蛛是不是昆虫呢 我觉得不是 因为蜘蛛的脚有八只 没错哦 蜘蛛不是昆虫 蜘蛛身体只分头胸部和腹部两部分 有些蜘蛛会结网 用以捕食猎物 跟昆虫一样是节肢动物们 什么是节肢动物们呢 节肢动物们有分节的身体 与腹肢和坚强的外骨骼 外骨骼可以防止水分散失 保护身体 常见的节肢动物们 有昆虫 蜘蛛 虾和蟹哦 除了刚刚看过的蜘蛛与昆虫外 蟹 虾具有五对部族 第一对部族常蓬大成为熬族 可以用来捕食和御敌 哦 所以我刚刚就是被全集蟹的大凹咬到的 借助馆藏的道具 我们来做个小测验吧 有关老师拿的这张图片 下列何者正确 A 身体和腹肢都分结 B 具有四对部族 C 需在水边生活 D 是不完全变态的昆虫 答案是A 蝴蝶是昆虫 昆虫身体和腹肢都会分结 有三对部族 具有外骨骼 可防止水分散失 不需要在水边生活 幼体为毛毛虫 是经完全变态而来的 顾这题选A哦 同学们都答对了吗 到了中午 老师带领同学们 到海生生物探索餐厅用餐 你们看 这个QQ的食物是什么呀 嗯 好Q弹 好好吃哦 这是海参哦 那海参们 还有什么其他的动物呢 是极皮动物们啦 极皮动物生活于海中 身体表面通常有 极和管足 极可以保护身体 而管足可以用来 摄食移动及呼吸 给你们看 老师去澎湖时采的 马粪海胆拍的照片 他也是极皮动物们的一员哦 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刺哦 跟刚刚的海参好不一样 海胆体表被极和管足包围 所以是硬硬的哦 我想起来了 我跟爸妈吃过 但印象中是土黄色一坨软软的 跟这里看到的好不一样 我们平常在日式料理吃到的海胆 是海胆的脏器 你们看 刺刺的海胆 拨开里面就是大家常吃的黄色脏器咯 小树蛙 你昨天晚上有看海绵宝宝吗 有啊有啊 昨天那一集太搞笑了 说到海绵宝宝 里面的派大星 也就是海星 也是常见的极皮动物们的生物哦 哇 原来极皮动物们 在我们生活中这么常见啊 再做个小测验 看看大家今天的学习状况吧 有关老师拿的这张图片 下列何者正确 A 身体柔软不分节 B 具有管足 C 具有刺丝包 D 具有脊椎骨 答案是 B 海星是极皮动物们的生物 因此具有管足 其他非极皮动物们的特征 顾选B 同学答得很好哦 节肢动物 是动物界中种类最多的一门 有分节的腹肢和坚强的外骨骼 其中昆虫有三对不足 蜘蛛有四对不足 虾有五对不足 极皮动物生活于海中 身体表面通常有极可以保护身体 管足可以用来摄食 移动及呼吸 常见的极皮动物 有海胆与海参 在海岸岩石上 时常会看到一些 像小火山口的生物 附着在上面 它们是藤虎 尽管它们具有如此与众不同的外观 也是动物的一种 你觉得藤虎比较像极皮动物 还是节肢动物呢 有哪些生物跟它们亲缘关系较接近呢 欢迎你去探索 期待看到你的留言分享哦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